公欧 你拿菜刀干什么 做饭啊 你现在还有心情做饭 我饿了 而且 根据你今天的描述 再根据今天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外先生应该没有恶意 先在这儿待一晚上吧 明天再看看 其实啊 现在仔细想想 要是外先生真的对我有什么目的的话 说不定 他一开始是想追求我 你说什么 就是他送我围巾 还给我请律 你还好意思提啊 做那么少 怎么够吃 公欧 其实 刚才你生气了 我还有一点点想开心 我仔细想了想 我一直爱的那个公欧 其实是有偏执症的公欧 我一直以为 我爱的那个人就该是那样的 所以 当你重新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却一时没有办法接受 真的吗 真的 我不骗你 公欧 你愿不愿意 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重新去认识你 明明是你说要分手的 不分手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分手的 好 公 你 愿意娶我吗 你 你这个女人 你 你说不说 你不说我就一直这样 好了好了 受不了你 像你这么蠢的女人 也只有我愿意娶你 习惯和你 耍着熟悉的话 明明该我求婚的 忍住不让 微笑变成桥 你欲问太阳 有谁却在游荡 我能不能闪下 你还没 离场 嗯 不是说好早上把后礼 送过来的 怎么到现在 还没有见到人影啊 别着急 别着急 我让丰德 一直在查外先生的事 妈妈 我 朗玲 妈妈 我好想你啊 朗玲 你没事太好了 回来就好了 先生 您为什么不去告诉您的真实目的呢 没必要 他们幸福就好了 他们开心 就好像 我和细域 有另一个美好的生活一样 我们东西 都要丢人您这是 一 calibration 你 幸福 DONATE 幸福 OK 而我 只要能跟公公和厚厉在一起 便是最大 最大的幸福